我們現階段回來觀察四大糧商有關政治布局 請教您關因為我們看到我們剛剛提到 包括像邦吉甚至是全球外交關係的這個很神秘協會的會員 另外我們知道1972年中美簽署聯合公報 這個林克森總統去了中國帶的是誰 帶的是佳吉的CEO很特別 這個其實那時候去中國在1972年中美要開始建教的時候 其實很少有企業家會跟著美國總統去 可是佳吉這個非常神秘的公司從來不上市 世界五百強看不到他的名字 可是我們算出來的實力是第13名 他跟著1972年民國61年等於40年前就佈了中國市場大門 到現在是完全掌握中國的糧食的品牌跟通路 你們觀察到底這四大糧商他們是怎麼在做運作 他們又直接跟台灣的一般的觀眾什麼樣的關係 對 他的CEO觀眾朋友你不會認識 但是總統認識而且總統把他帶去老共那裡 你就知道他是什麼level什麼title 再說你那四大糧商ABC都是美國廠商 A基本上的那個主要的股東成分董事成員裡頭有巴菲特的兒子 然後過去卡特總統卸任之後也掛過A的董事 基本上美國有一些大型集團非常懂得運用政商人脈 其中糧商是一個 因為所有食品的管制跟食品周邊的投資 非常需要法令的支持 對 也非常需要政策的支持 對 也非常需要政策的支持 基本上在美國國會裡頭 可是他供應後面的糧草嘛 那糧商基本上 因為他是往上游整合 就好像你買 觀眾朋友你去買電腦的時候 你可能買Apple的東西 你可能買比如說人寶的 比如說Dale的東西 可是你不會買Intel的晶片嘛 你不會單獨採購Intel的晶片 上中下游是有這樣的關係的供應鏈 那這四大糧商當中的歷史都超過了百年 百年的歷史淵源使得 他的那個政商關係的綿密是非常大的 那從殖民時代就開始了 對 都是19世紀末慢慢開始 所以以美國的幾大糧商來講 他幾乎是跟著美國經濟一起 百年的世紀的成長 所以你要說他政商關係非常的綿密 那是非常正常也非常合理的 比較特殊的是佳吉 佳吉低調到他不願意掛牌上市 不願意掛牌上市你就可想而知 他有很多東西 他是壓根不願意公開讓人家看的 多半時候不願意掛牌上市的公司 都是很簡單 我不缺錢不然我不願意讓你看我的資料 那佳吉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一直非常的神秘 可是他們這幾大糧商都 控有幾十個國家的供應鏈跟通路 我再舉一個例子 比方說AMD跟邦吉來講 邦吉現在是幾乎殖民了拉丁美洲 就是拉丁美洲主要生產體系的農場 或者是供應鏈或者是通路 或者是農糧儲糧的糧倉 幾乎都有邦吉投資的影子 那AMD也一樣 AMD基本上在全世界 特別是加拿大跟美國 幾乎是上中下游一起整合了 所以觀眾朋友你不會認識他 就即便我們今天講了ABCD 你就只會有印象 ABCD是三大美國三大咖 然後D是法國老 法國老也很特別 法國老這個集團 它也是超過一百多年的歷史的集團 它自己旗下還有一個達能的投資銀行 這個銀行在法國當地是第五大的銀行 就是說簡單講它有了糧食的供應的一個能力之後 當然要開銀行 就好像你知道OPEC賣了很多油到全世界各地之後 油源其中一個很大的一個出入是去炒作油價的期貨 觀眾朋友你可能覺得我講了一個很奇怪 有循環 這不是循環 因為油價期貨上漲對我石油生產國跟輸出國最有利啊 所以我一手賣了錢賺了石油之後 再把油錢留在美國 美國拉台什麼油價 油價再拉上去我的石油錢更多 所以是水漲船高 同樣的道理 所有的糧商到最後的金流金賣它也是要整合的 這是為什麼老共要來開鄭州的商品交易所 因為它沒有定價權 然後它也沒有交易權 然後它即便某些產品可以做到自己自主 它到最後全世界的定價錢跟交易權 都控制在這些大咖手上 對 不好我們觀察 這四大糧商因為它們都很特別 像加吉還有100億美金的私募基金 所以基本上它們在芝加哥的期貨 交易倉位也非常大 這個小賣要漲停 對它們四大糧商來講太簡單的事情 你漲過頭要跌停要打跌停也太容易 因為現貨在它手上 所有的倉位都在它手上 所有的穀物庫存它最了解 那更重要農民有沒有錢 農民用多少化肥 農民要買多少種子 也是由我決定 所以基本上四大糧商它說 說的一就是一 說的就是二 我們怎麼觀察 像加吉 像邦吉 其它們金融機構都很大 低調到不行 到底它隱含著什麼樣的一個策略 特別是國家戰略 而且糧價大漲最大的獲益者就是十大糧商 因為2007年08年有一波糧價大漲 我引用一個數字就是2007年1月到9月 那一波的糧價大漲當然延續到2008年的上半年 那跟2006年以加吉的一個這個利潤來講 在2007年比2006年大幅增加60% 你就知道大增六成 也就是說這個糧價大漲其實呢 基本上四大糧商 就是賺的這個滿盆滿波就對了 也就是說他們基本上就是糧價最後 下面的這個最大的一個這個所謂的這個幕後的黑手 講到這四大糧商 其實他們有幾個共同特色 第一個他們是一個超大型的跨國集團 譬如說以AMD來講 它的一個年營收大概差不多 ADM來講 它的年營收大概有700億美金 很驚人 另外呢 加吉更大 加吉剛剛講說全世界最大的私人公司 不上市 它的一個年營收是超過1000億美金 你想想看 這麼大的一個跨國集團 而且他們都有歐洲的血統跟色彩 像這個ADM A其實他講 他也併了一家米蘭的一個種子亞麻公司 所以他們多少都有些歐洲的色彩 所以換言之他們是 從這個舊大陸到新大陸 延續的這個過去的帝國主義到 所謂的資本主義一貫色彩的一個百年公司 所以說他們的一個神秘色彩是非常非常重的 那另外就是這些公司都非常低調 幾乎找不到什麼新聞跟公司的介紹 另外呢就是資本量非常驚人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年營收就高達上千億美金 同時他們的技術能力非常的高 以及他們對於全世界農糧產品的一個壟斷高達80% 那當然這個最近其實ADM這家公司